先进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已经开始走出国门 集众人智慧 互联网家让几代核电人的梦想 变成了现实 每个人的未来 就是国家的未来 彭凡经营了一家大型铸造企业 学铸造干铸造 三十多年没有改变 他的夙愿 就是给中国的铸造业 带来一场革命 这是传统的铸造车间 今天工人们要进行一个大部件的胶筑 它需要一百七十吨钢水 这个部件将用于我国第三代核电项目 每到这时 彭凡都要赶到现场 这个部件的铸造 采用的是三包核胶工艺 要求三包钢水的温差不能超过五度 钢水的温度达到一千六百度 整个过程要一气呵成 掌握这样的大型铸造工艺 是一个国家制造重型装备的基础 国家建设需要的大部件 中国一定要能够自己制造 在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产品质量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降低劳动强度 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 传统铸造业 被人称为是一个傻大黑粗的行业 工人们的工作环境极为恶劣 特别是胶筑模具的制造更加辛苦 需要四道工序 一百个工人 一个多月才能完成一个产品 改变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模式 横凡一直在寻找突破口 创新是一家企业发展的动力 在自己的心目当中 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就是我们的铸造产业要想振兴 未来要想持续发展 必须要改变 横凡的创新之举 就是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3D打印技术 来改变传统的胶筑工艺 这将是传统铸造业的一场颠覆性的改变 首先欢迎大家参加 由金银组织的创新团队活动 这一天 彭凡和他的3D打印研发团队 又开始了他们每月一次的团队拓展训练 这会让他们保持创新的激情 入业 3D打印研发小组 正在讨论打印软件的优化方案 三年前 这个小组就已经开始了研发 3D打印铸造杀刑的产业化方案 国际上没有先例可循 完全是要靠自己 一点点去摸索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很多的喜悦或者是这个乐趣在里面 创新无处不在 如何能把他的精度做得更小 把更高一些他的精度 好多东西还得去需要 无止境地去优化 今天 研发团队要用3D打印机 完成一个气缸盖组件的纱形制造 这是柴油发动机的核心配套部件 其内部结构复杂 在铸造行业属于难度系数最高的产品之一 首先 将气缸盖的三维图形输入电脑 打印机就会根据设计程序 一层层叠加打印 十个小时 就能打印出一个完整的产品 这套制造系统 从设备到原料 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发制造的 而过去 全部都要依赖进口 即使现在 国外的这项技术 还只用于实验室研发 而彭凡已经开始了这项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它要打造一座高智能的绿色铸造工厂 这将是世界的首创 彭凡梦想中的工厂正在建设 厂房里 产业化应用的砂型3D打印机 已经安装到位 即将开始调试 在这里 将通过3D打印制造杀刑 再由机器人完成最后的铸造 投产后 原来需要200名工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只需要20人 在彭凡的心里 一幅未来中国铸造产业的图景 已经清晰 引领全球铸造业 走向智能制造 这个梦想即将实现 它运行到今天 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公布以后 让我们的团队就非常兴奋了 这个 你看到国家资料 这个二轮方的和我们 现在所做的事情 是完全相符合的 所以我们的整个团队 大家充满了信心 祝福到梦 越来越清晰了 创新 是实现梦想的 它需要蓬勃的激情 而这些年轻人 正处在激情燃烧的时代 他们激情饱满 创意无限 他们的梦想 就是中国的梦想 在浩瀚的大海上 一个跨越了三个五年规划的中国愿景 正在变为现实 珠海和香港之间的林丁阳海面 一座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正在修建 全长55公里 其中6.7公里是海底隧道 建成后 连接香港 珠海澳门的车程将从4小时缩短为30分钟 港珠澳大桥的城管隧道 并没有采用深海挖掘的方式 而是先在陆地上完成制造 再陈放到深海下进行安装 这里是一个超级工厂 工人们正在制造海底隧道的城管 他们要用五年的时间 制造33节巨型城管 这要消耗掉33万吨钢筋 200万吨混凝土 城管必须满足 双向六车道的设计要求 技术难度前所未有 林明 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总工程师 城管的设计生产安装 全部过程都由他负责 如此巨大的城管 如何结构才能承受深海的重压 是他遇到的最大难题 这个深埋城管全世界第一条 它是历史性地摆在我们中国人的面前 你绕不过去啊 你就是一个就是回避 一个就是闯 车间里巨型城管正在制造 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独创的一项技术 半刚性城管结构技术 而这项创举是中国工程师 对海底隧道建设的一次巨大创新 每天清晨 林明都会来这里跑步 脚下的这座大桥 是他二十年前参与设计建造的奇奥桥 海底隧道城管的半刚性结构技术 就是林明在一次跑步中 灵感迸发的结果 那一下子突然你会开桥 会蹦出一个想法 后来我给他提了个名字叫半刚性